Saudi,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泰国周刊社会版,我是Kevin 首先跟大家做一下预告,今天的内容呢还是像过去一样的,一共有12条 最后一条,也就是第12条的内容呢,可能会比较恶心啊 至少这是我到泰国近三年来看到过最恶心的一则新闻了 如果大家胃口比较浅或者是正在用餐的话啊 看完第11条就可以直接关闭了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第一,针对泰国女子的跨国婚戒骗局 扩胡中国 本周四,泰国媒体曝光了一起针对泰国女子的跨国婚戒骗局 这个跨国跨入的就是中国 举报人Toy今年31岁,曾经结过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案发前在巴提亚做按摩师,家里的经济状况比较糟糕 2019年8月,村里的泰国媒人找到她 说有一门跨国亲事,南方是中国人,可以支付彩礼10万泰铢 但结婚之后要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 必须在婚后半年内怀孕 一旦生下孩子,可以返回泰国 或者是选择继续在中国生活 此外,合同还规定,如果新娘在南方家中受到虐待和欺辱 她将有权返回泰国 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Toy接受了这门亲事 但她告诉媒人自己曾经结过婚,并且育有两个孩子 最重要的是,她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 按道理说,这一条就不符合这个婚姻合同的规定 但泰国媒人说,这个事情先瞒下来,去了中国再说 这也就为未来的不幸埋下了隐患 事情的发展没有奇迹发生,Toy婚后没有怀孕 这让南方和家人非常恼火 也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她再也联系不上媒人了 迫于无奈,她只能向丈夫坦白了自己不孕的事 这让南方的家人更加暴怒 他们说向媒人支付了一百万泰铢 娶金门的媳妇居然无法生育 从那时起,Toy被囚禁在家里长达三年之久 遭到了身体虐待和各种折磨 并两次想要自杀 今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从丈夫家逃了出来 跑到了泰国驻上海零食馆 并最终于6月1日返回泰国 近日,Toy向媒体讲述了她的遭遇 并提醒那些同样幻想跨国婚姻的泰国女性 不要轻易做出这种尝试 离开泰国之前的憧憬有多美好 到达一乡之后的遭遇就有多不幸 第二,奢侈录灯引争议,40多人被指控 本周初,泰国媒体报道了一起设计不当采购的案件 北兰府一条公路两侧需要安装路灯 当地地方官员很明智地选择了太阳能灯 但灯头的一侧带有瞄金的神话人物造型 这一设计大大提高了采购成本 政府为这一项目最终买单8.7亿泰铢 作为照明用的路灯,有必要如此奢华吗? 泰国的纳税人对此表示不可理解 这事可能放在个别国家压根就不值得一提 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泰国政府干预了 由内政部、地方行政部、国家审计署和检察员办公室等部门组建的联合小组 迅速介入了此事 涉及采购的40多人被指控行为不当 当然,可能具体的处罚力度并不大 媒体的报道中也没有涉及贪腐的这个问题 但至少在国家层面对这种作风表明了太多 仅此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 国家将建立一个采购指导价格数据库 以同类采购中的中价位产品引导地方政府的投资 此外,地方行政组织在采购这一类商品之前必须上报内政部 第三,泰国部分紧急救援组织因财务问题停摆 在泰国,不管是出现了交通事故还是有人跳河 不管是在野外迷了路还是家里面进了蛇 你都可以看到紧急救援组织的身影 基金会组织名称可能有所差异 但他们的宗旨都是一样的 是为了所有需要的人提供紧急援助 泰国国家财政通过紧急医学研究所 将服务资金拨付给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救援组织 但在东北部的个别府,有些组织报告称 他们已经有8个月无法获得资金支持 这期间所有的开支都依靠救援志愿者自讨腰包和社会捐助 他们已经无力继续提供免费服务 位于赫勒府的一家基金会表示 他们50多名志愿者中已经有5人选择离开 尽管有民众捐款,但只是杯水车薪 他们已经负债200多万泰铢 作为一个慈善救援组织,落魄到负债累累 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 各地救援组织纷纷呼吁政府迅速解决眼前的财务问题 保护那些需要紧急服务的人们 免受官僚们管理不善的影响 这句话说的是非常的婉转 其实就是救老百姓是最重要的 你们这些当官的吓胡闹 不要影响到资金的拨付 也不要影响到救援队的正常运转 针对这一问题 负责财政拨款的泰国紧急医学研究所表示 去年资金拨付系统 特别是报销系统数据库出现了故障 导致各地救援组织无法报销 但现在已经启用了一个新的系统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从这个月就可以开始恢复资金的拨付了 第四 曼谷需要1650万泰铢来更换新灭火器 6月23日 我们报道了曼谷一所学校进行消防演习的过程中 一个灭火器发生爆炸 导致一名学生死亡 使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 曼谷市政府从6月29日开始辖区内消防器材大检查 截至本周初 此次检查已经完成了60% 在曼谷50多个地区 共发现了9779个灭火器 需要紧急更换 估计需要投入1650万泰铢 在所有的检查完成之后 曼谷市政府将拨款更新这些过期服役的消防器材 并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所有的更换工作 为了更好的管理和监测这些器材 每个更换的新灭火器都会配备一个二维码 从而方便跟踪设备的例行检查 更新工作完成后 所有灭火器的信息可以在BKK风险地图系统上快速查看 第五 泰国今年估计会吸引2500万外籍游客 泰国政府又开始算数了 泰国政府发言人近日表示 看守总理巴育先生敦促涉及旅游的各个部门积极协作 简化签证等相关程序 确保今年实现2500万外籍游客入境的目标 泰国旅游局和外交部正在联合推动签证预审系统 以加快旅游签证的审批速度 但目前尚未开始实施 我们看看泰国旅游的最新数据 截至6月25日 入境游客达到1246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39% 当然去年的同期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贡献游客最多的五个国家分别是 马来西亚198万 中国138万 俄罗斯78.4万 韩国74.1万 印度73.2万 但旅游局依然维持中国游客 全年入境500万的目标 此外 泰国财政部政策办公室表示 旅游业的持续繁荣 是今年泰国经济扩张的重要因素 第六 皮塔邀请斯维福特来泰开唱 昨天 前进党党魁皮塔先生在推特上 邀请泰勒斯维福特来开演唱会 泰勒在2014年6月9日的时候 就曾经安排到曼谷开演唱会 所有的门票在一小时内被抢购一空 但5月22日发生了政变 演唱会被取消 泰勒2024年全球巡演的亚洲目的地 只有日本和新加坡 皮塔对此表示遗憾 作为泰勒的粉丝 皮塔希望流行天后能够重回泰国 并说泰国已经重回民主轨道 大批泰勒的泰国粉丝对皮塔的推文 大家赞赏 并声称这就是我们的总理 皮塔也并不是唯一向女神请愿的政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邀请泰勒去加拿大开唱 皮塔目前是泰国新总理的第一候选人 但在泰国的政界 一切皆有变数 邀请参议院议员支持投票 才是他目前的头等大事 第七 泰国警方严打非法销售SIM卡 今年3月17日泰国颁布实施了一项新的法律 预防和打击网络犯罪法 根据该法令第11条规定 在不知道最终用户身份的情况下 出售SIM卡是非法行为 违反这些规定可以被处以25年的监禁 或最高20至50万泰铢的罚款 或者是两者并罚 以此为出发点 泰国警方自5月份开始在全国严打SIM卡贩子 本周泰国警方在曼谷逮捕了一名32岁的泰国女子 她涉嫌通过脸书出售注册过的SIM卡 警方在她家中发现了520张代售的SIM卡 周三 普吉岛警方也逮捕了一名27岁的泰国女子 并查获了50多张代售的SIM卡 她以每张3000泰铢的价格销售 在类似的案件中 警方发现嫌疑人的年龄普遍较为年轻 有的甚至还是未成年人 他们往往可以通过一张身份证注册大量的SIM卡 电信运营商在这方面可能也存在监管漏洞 第八 纳空帕农府港务局协助非法开采核杀 据泰国媒体周四报道 泰国纳空帕农府港口办公室利用法律漏洞 违反媚公和采杀规定 协助采杀企业非法开采 由于个别企业主受到港务局的区别对待 他们选择向媒体曝光了港务局官员和采杀业主的电话录音 音频中 一人自称是港务局主管 他向挖沙船提供了帮助 并提到了一位知名的政治人物 说明他有能力直接与退休的皇家海军指挥官交谈 这种非法开采国家资源 以谋取私利的官商勾结行为 引起了泰国民众的不满 纳空帕农府福尹已下令对此事进行彻查 此外 泰国国家港务局已派出了特别调查小组 但拒绝对媒体透露任何信息 第九 焦澳月助推泰国喉豆病例快速增长 本周泰国卫生官员报告称 泰国境内的喉豆病例出现大幅增长 六月份新增病例达到创纪录的48个 比五月份增长了一倍多 其中41人为泰国国民 这些新增病例全部来自同性恋群体 其中22人有S病毒感染室 但他们的病症均较轻 没有重症患者 据曼谷邮报消息 这些新病例中有38例居住在曼国 北兰府发现三例 春雾里府有两例 暖雾里府有两例 巴吞塔尼 普吉岛和龙仔错府各有一例 医生建议那些有潜在感染风险的人群 要留意身体敏感部位的皮疹 以及肌肉酸痛和淋巴结肿大等症状 同时专家还告诫这些男男女女 当然主要是男男 尽量避免和陌生人发生关系 对敏感部位尽量套职 第十警察抓获涉嫌欺诈医生 一亿泰铢的骗子 本周三 泰国警方在春雾里府的一处住宅中 逮捕了一名被指控参与诈骗的泰国女子 对她的逮捕令是去年11月发出的 时隔半年多 这位小姐姐还是落网了 去年9月份 她诈骗了春鹏府的一名退休医生 这名医生曾在春鹏一家医院任职 还是一家医学教育中心的前负责人 事发前她与女儿在当地经营一家私人诊所 小姐姐打电话给医生 说她采购的物品中发现了违禁品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她将面临司法起诉 并将账户冻结至少6个月 或者医生也可以选择将所有的钱 转给反洗钱办公室 接受审计部门的检查 这是一个常见的欺诈手法 但这次还是成功了 医生先后向她转账26次 累计金额超过1.01亿泰铢 泰国的医生真的是很有钱 据警方介绍 小姐姐受到包括冒充他人身份 进行欺诈活动 参与国际犯罪组织 洗钱等多项指控 第十一 警方在春屋里抓获臭名昭著的连环罪犯 本周初 泰国警方宣布 他们在春屋里府逮捕了一名嫌疑人瓦塔纳 他利用约会APP 对数名女子进行了性侵 此人是一个惯犯 从2009年起至今 他反复犯罪 反复入狱 反复释放 然后继续犯罪 除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指控之外 其他的指控 他基本都占过了 2009年 他因盗窃和性侵被捕入狱 2011年 他再次因性侵指控被捕 2017年 他因服用违禁药物被捕 今年4月 他在曼谷再次因盗窃和性侵被通缉 随后5月份 又跑到春雾里府 欺骗和袭击了另一名受害女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 泰国在今年的1月23日 就颁布实施了化学阉割法 但对这部法律的执行 一直没有任何的报道 如果这项法律至今还存在的话 建议对这类的惯犯 先做一下试点 看看他们到底是心理存在缺陷 还是生理机能太过旺盛了 第12 这是我来到泰国近三年来 看到过最恶心的一则新闻 如果大家正在用餐的话 或者是大家胃口比较浅的话 口味比较轻的话 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为了避免泰国恶心影响播出 我也将图片进行了模糊处理 清晰的图片 我会贴到社区里面 口味重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7月5日 一名泰国女子通过自媒体 分享了令人恶心到想吐的遭遇 她从当地一家餐馆 买了一份木巴沙拉 就是我们常说的送当 就当她即将享用完这份沙拉时 她发现最下面有一大块物体 由于上面附着着一些辣椒和木瓜丝 所以看不太清楚 于是她就用水去洗了一下 发现好像是一个下巴 上面还附带着牙齿 她说她不确定这是什么动物 总之不可能是发酵鱼的牙齿 她已经不知道自己呕吐了几次 并宣告自己将彻底告别木瓜沙拉和发酵鱼 一些泰国网友和医生怀疑这是一种大型鱼类的牙齿 但我看着这确实是比较像哺乳动物的牙齿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周天泰国周刊正经版不见不散 拜拜